光天化日之高中生 少年少女竟在教室做出这种事情 九氏握住美少女的脚不肯撒开 完全不顾人家艾莉的挣扎 然后亲手给她穿上了袜子 艾莉连连发出娇喘 嘴上拒绝 身体却那么诚实 万万没想到将袜子拉上去的时候 九氏的手碰到了艾莉的大腿根 你小子是故意不小心的是吧 艾莉下意识抬起脚踹她 却因为动作太大露出了胖刺 丢下九氏就落荒而逃 身为他们学校校花的艾莉 每天上学走在路上 都能受到同学们的注目力 还经常有朴信男上来告白 今天这个不长眼色的是二年级的学长 还故意摆高姿态 哎呀 我就是听我姐姐经常说起你 一直想见见你罢了 中午一起吃个饭怎么样 艾莉自然是当场拒绝 毫不留情说了一句 我对你没兴趣 还好心提醒学长脖子上的项链 违反校规了 学长不敢相信 居然会有学妹不喜欢自己 其他学生也纷纷讨论起来 艾莉的理想男友标准究竟有多高 殊不知艾莉的理想男友 这会儿正在睡大觉呢 跟她打招呼她都不理 气得艾莉一脚踹上九氏的课桌 问她是不是又熬夜看动画片了 九氏表示 动画片凌晨一点就结束了 不过她又给死宅朋友打电话 聊了两个小时的感想 被艾莉评价为笨蛋一个 结果看到九氏打哈欠的模样 又小声用俄语说了一句真可爱 九氏问她的时候 她却说 自己刚刚只是说那样很难看而已 却不知道她说的俄语 九氏全都能听懂 但她并没有戳穿艾莉 因为忘带化学参考书 就把桌子和艾莉的 并在一起看她的 结果上课打瞌睡 压根没听讲 还被老师叫起来提问 只能求助同桌艾莉 艾莉就给她指了一下参考书 九氏立刻回答同 紧接着艾莉站起来 回答了正确答案 而九氏则被老师教育 要好好听课 坐下后 九氏气急败坏 质问艾莉为什么要坑自己 结果艾莉又开始用俄语 夸她可爱了 又用日语骂她是笨蛋 都快把九氏搞得精神错乱了 这抓狂的模样 让艾莉喜欢的不行 用俄语感慨 这样就脸红了 像小宝宝一样呢 九氏人都麻了 而九氏之所以会俄语 还要从小时候说起 她祖父家附近 住了一位俄罗斯女孩子 两人经常在一起玩儿 相处久了 九氏自然而然就学会了一些俄语 那时候的她绝对想不到 自己居然会遇到 这么一个坐在林桌的俄罗斯美少女 还有喜欢用俄语遮羞的 迷样羞耻唠 九氏想到 如果告诉艾莉自己会俄语的话 对方肯定会羞耻到 当场晕倒 最终还是决定 把这件事瞒下来 然后掏出手机 开始准备抽卡 大喊一声 来一个 哎啊啊啊的阅读吧 下一秒 手机就被艾莉夺了过去 没想到抽出来的 还真是阅读 明明是日本神话中的月神 却长着一头银发 九氏让她不用在意这些细节 将手机接过去后 开始对着纸片人犯花痴 艾莉有些生气 用俄语感慨 明明我也是银发 这个花花公子 九氏一下子支棱了起来 又听见艾莉解释 自己刚刚只是说 她是个游戏废人而已 九氏不满 如果她这种零课是废人的话 那那种重课还抽不到卡的 又算什么呢 艾莉无言以对 一转眼到了午餐时间 九氏和两个好兄弟一起去食堂 他们这边都吃上了 艾莉才刚到餐厅 一出现就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和她一起的 还有同为学生会会计的马夏 以及学生会公关有希 九氏的两个好兄弟 也忍不住讨论了起来 那可真是一对美女姐妹花啊 尤其是马夏学姐 不过马夏学姐好像有男朋友了 听说跟她告白过的男生 都被她以有男友为由拒绝了 九氏毫不留情地吐槽好兄弟 就算人家没有男朋友 你也没机会啊 光头老当场破大房 你就仗着你跟艾莉公主关系好事吧 结果九氏这小子身在福中不知福 觉得也就一般般 毕竟艾莉天天嘲讽他 而光头老又开始做起了美梦 既然艾莉公主和马夏学姐没希望 不如将目标转向有希同学 一旁的好兄弟无情戳破她的幻想 据说有希拒绝过的男生比马夏还多 正说着有希就跟九氏对视了一眼 立马来到了他们这边 而且有希点的饭和九氏一样 都是麻婆豆腐拉面 一边吃一边跟九氏旁若无人地讨论着辣度 两人一看就互相很熟悉 艾莉有些不爽了 也是这才知道原来九氏和有希居然是青梅竹马 从幼儿园开始就一直在同一所学校 不过有希还想和艾莉做朋友 即便艾莉是个傲娇 表示就算和她成为朋友也没什么乐趣 三个人聊的话题 九氏的好兄弟们根本插不进去 干脆十项撤退 等他们一走 有希立刻把椅子挪向九氏 问她考虑好要加入学生会的事情没有 九氏自然是毫不犹豫拒绝 有希觉得太可惜了 毕竟九氏在国中的时候担任过学生会的副会长 而当时的有希则是会长 准确来说也是有希拉着九氏加入禁区的 有希刻意表现出的这副和九氏熟忍的样子 让艾莉愈发不爽 端起红豆汤就郁闷的一饮而尽 不过有希毕竟跟他们不在同一个班 最后还是只剩下了九氏和艾莉两个人 艾莉还是那么傲娇 表示真没想到你居然还有女性朋友 九氏有些意外 指了指艾莉问她 难道你不是我的女性朋友吗 一句话就让艾莉瞬间心花怒放 可惜九氏念念不忘的 果然还是那个童年玩伴 也就是教她俄语的小女孩 两个人还一起坐在公园里看夕阳 只不过九氏看着看着 目光就移向了旁边的女孩 晚上分别的时候 女孩还亲了九氏一下 从梦中醒来的九氏有些怅然若失 当初她还是因为太想和那女孩说话 才认真学习了俄罗斯语 结果现在连人家的名字都不记得了 第二天九氏一大早就来到了教室 因为今天是她和艾莉值日 在艾莉来之前 就将教室的卫生全部整理好了 艾莉心里是感激九氏的 嘴上却不肯说 而九氏很快注意到了艾莉袜子上的脏污 是被卡车击起的水花见尸的 好在艾莉带了备用的袜子 她并没有急着换 而是先问九氏真的不打算加入学生会吗 九氏却还是否定的答案 艾莉就当着她的面脱起了袜子 九氏立刻背过身去不敢看 注意到她的表现 艾莉露出了小恶魔一样的笑容 让九氏去帮自己拿袜子 还晃着脚示意赶紧的 九氏只能任劳任怨 帮大小姐拿了过来 没想到艾莉蹬鼻子上脸 非要让她帮自己穿 还说这是她帮自己拿袜子的奖励 又小声用俄语说了一句 也是对我的奖励 九氏顿时就无法拒绝了 同时好奇起来 艾莉为什么会用俄语遮羞 难道因为她是个完美主义者 为了成为理想中的自己 积累太多了压力 从而用这种方式宣泄压力嘛 不过艾莉的不坦诚 还是让九氏有点火大 干脆反将一军 一把握住了艾莉的脚腕 也就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 结果这次的经历 居然让九氏觉醒了特殊的佩莉 她给自己妹妹发信息吐槽 但是艾莉今天一整天 都不乐意搭理她了 九氏追上来的时候 还用俄语骂她是个足控色狼 当然艾莉也没真生气 还为自己当时踢了九氏一脚而道歉 说着就想看看她有没有受伤 九氏吓得立刻后退躲开 口不择言地表示 还要感谢艾莉让她看到了好东西呢 艾莉立刻反应了过来 下意识捂住裙子 九氏这个没眼色的 还再一次感谢 然后就被艾莉一拳打飞了 她被用俄语羞辱了一番 两人当即在走廊上 展开了一番激烈追逐 就这样你追我赶了十分钟 才掩齐息鼓 九氏又向艾莉道歉 还送上一罐红豆汤以表歉意 艾莉本来也没太生气 结果红豆汤喝了一口后 用俄语问九氏 你也要来一口吗 这是什么间接接吻情节 九氏恨不得当场回一句 那我就不客气了 可惜不会俄语的人设不能崩 只能含泪装傻 艾莉还在那里洋洋自得 用俄语感慨 哼哼 她什么都不知道 殊不知 她的小心思早已全部暴露了 男主一大早就要被迫压枪 只因为妹妹直接骑在她身上 喊她起床 这也说明了九氏 今天绝对是不同寻常的一天 几乎一整天都在修罗厂里度过 时间回到几天前 九氏被有希叫到了仓库 两人一上来就玩抽象 结果刚好被艾莉撞见 其实是学生会需要整理这些杂物 和九氏过来帮忙 九氏只能苦笑两声 乖乖帮忙干活 帮忙拿下了放在上面的卡牌游戏 学生会打算用这些在学员记上摆摊 两人不知不觉就闲聊了起来 艾莉就不乐意了 提醒他们赶紧工作 随后又用俄语小声嘟闹了一句 也理一下我嘛 一句不够 还连着嘟闹好几句 九氏只能当作没听见 一旁的有希寻思这小姑娘是不是有病 忙完后 学生会的会场剑琪也回来了 毕竟让人家辛苦了半天 剑琪就主动提出请他们一起吃个饭 在餐厅里有希又在试图邀请九氏加入学生会 还跟会长说这小子是个全才 不管体力活还是文书工作都一手包办 交涉和谈判也很擅长 拉他进来绝对不亏 然而九氏还是拒绝 哪怕有希再三邀请 甚至还想让他陪自己一起参选下任会长 九氏表示就算没有他 有希应该也能很轻松当选会长的 两人说着说着就开始打情骂俏 会长将一切看在眼里 决定帮有希助攻一下 告诉九氏 有希可没那么十拿九稳 毕竟还有爱丽这个有力竞争者 九氏也是没想到 正想问一下 服务员就上菜了 吃完饭后 双方要走不同的路回去 剑琪和有希一起 九氏要送爱丽回家 趁这个机会 九氏问出了自己的疑问 他为什么会想当学生会长呢 爱丽并没有回答 而九氏到家后 家里沙发上已经趴了个人 可不就是不久前才分别的有希嘛 有希正在看少女漫画 推测跟女主角一起走在街上的神秘帅哥 肯定是哥哥或者弟弟 为什么男主角一点也没察觉呢 九氏无力吐槽 还不是因为有他这种人 明明是亲兄妹 在学校里却非要跟别人说 他们俩是青梅竹马 而有希继续往后看 神秘帅哥果然是女主角的哥哥 但是问题来了 他们俩在打破啊 你看的不会是什么缘分的天空吧 有希直接将这部少女漫画 鉴定为神作 九氏却不信那个邪 觉得肯定不是亲兄妹 有希怒骂他不懂 这种情况就是亲兄妹才好啊 不是姐 你这是在暗示你哥什么吗 第二天一大早 有希果然用特殊的姿势 去喊哥哥起床 对着哥哥百般勾引 还故意问他会不会起反应 九氏人都麻了 却只能任劳任怨起床 然后跟妹妹出去约会 两人先去看了一场电影 接着又去了商场的服装店 九氏被价格惊呆了 一件衣服居然就要一万五 而在两人看衣服的时候 九氏用余光瞥见了一抹银色 有希告诉他 那并不是错觉 因为他也看到了 爱丽就毛毛碎碎地躲在他们后面 偷看两个人和和美美 亲亲我我 其实有希从一开始就已经察觉到了 就在九氏还在纠结怎么办的时候 有希已经直接上去打招呼了 九氏也只能硬着头皮跟着上前 这下尴尬的人就变成了爱丽 三人互相打过招呼后 有希居然还热情邀请爱丽 和他们一起吃午饭 九氏顿觉不妙 这个坏心眼儿的妹妹 该不会是想把爱丽带到那家店吧 看两人说着自己根本插不进去的话题 爱丽心里非常不爽 听到有希问他能不能吃辣 想到自己平时也会吃咖喱 就表示完全没问题 哪怕九氏已经好心提醒他了 那家店的辣度绝非寻常 爱丽还是坚持跟他们一起去 一到店门口就愣住了 你说这是拉面店 店名还写着地狱两个字 但是来都来了 爱丽还是跟着进去了 不要去 前方可是地狱啊 而九氏和有希一看就是这里的熟客 因为爱丽看不懂菜单 有希就贴心给他解释 最后三人都点了醉不辣的那种 在等餐的时候 爱丽提到了有希今天的衣着比较中性化 有希黑黑一笑 说是想趁着周末转换一下风格 而且今天早上 他还跟九氏同学一起躺在床上呢 九氏一口矿泉水喷出去 店里的其他人也惊呆了 而有希仿佛根本没有察觉 继续他的逆天发言 说他想要穿穿看跟平时不同的服装 九氏就把这件衬衫借给他了 爱丽立刻质问九氏是怎么回事 九氏却越描越黑 说是有希擅自跑到他家里 又擅自爬到他床上的 你猜爱丽信不信呢 好在这时 店员送上来的拉面拯救了九氏 你告诉我这是微辣 爱丽不想被看清 抓起筷子和勺子就缩了一口 明明被辣得受不了 还要强撑着说真好吃 接着就用俄语说出真心话 嘴巴好痛哦 直接就是边吃边哭 九氏让他不要勉强 听着爱丽那些俄语真心话 是真的看不下去了 偏偏有希还在故意拱火 让他试试这个鬼之类加强辣度 这下连九氏都觉得过分了 知道妹妹肯定是故意的 好心劝爱丽别加 可爱丽不听啊 万万没想到一滴就是致死量 直接给他吃红温了 不过也因此获得了和九氏单独相处的机会 九氏给他买了个冰淇淋 还是三个球的 爱丽舔了一口 瞬间恢复元气 但是辣得加冰的 直接窜息两件套是吧 借着这个机会 九氏又问爱丽 为什么想当学生会长 爱丽义正言辞回答 有进步空间就要去追逐他 这还需要理由嘛 虽然他还没有找到 一起竞选副会长的人选 不过他也不需要 如果规则是这样要求的 那就找个名义上的副会长 结果说完这句话后 就用俄语说了一句 如果你愿意和我一起的话 九氏更加纠结了 想到国中时和有希一起竞选成功后 竞选失败的女生痛哭的模样 如果爱丽不好好找副会长人选的话 到时候哭的人会变成他嘛 接着爱丽又让九氏陪自己一起去逛逛 九氏本来不情愿的 仔细一想 爱丽邀请自己一起买衣服 应该是因为他没有可以一起去买衣服的朋友啊 怀着这种微妙的心情 他还是答应了下来 毕竟他们是好朋友啊 然而他态度的突然转变 却让爱丽误以为 他觉得自己竞选不上学生会长 所以在可怜他 想到这里 就直接选了一大堆衣服进去换 卯足了劲 想在九氏面前来一场换装秀 正要脱衣服 又担心声音会被九氏听见 就让他走远点 然后才放心开始脱 先是换上了一条素雅的白裙子 要出去了才开始纠结 万一九氏反应频频怎么办 那就揍他一顿 然后走出去摆好了姿势 万万没想到九氏如此坦诚 彩虹屁哗啦啦就甩了出来 反倒把爱丽给整不会了 结果他刚回到试衣间 九氏也羞耻到不行 两人隔着帘子还同步率百分百 爱丽却突然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 九氏这么熟练 会不会是因为已经被调教过了 他的脑海中出现了有戏的身影 于是接下来又换了一身中性缝的穿搭 九氏还是一痛夸 接下来无论他换什么风格的衣服 九氏都能给出满分回答 直接把爱丽夸得找不找北了 这次又换上了一条小吊带和超短裙 万万没想到拉开帘子 有戏也在外面 完了射死现场 爱丽默默又把帘子拉上 为什么不能找个的缝钻进去呢 直到回去的路上都是一脸呆滞的表情 等到九氏和有戏一起下车 爱丽才如梦初醒 完了 肯定要被当成不检点的女孩子了 等等 他又想到一个严重的问题 为什么那两个人会在同一站下车啊 爱丽一回家就被姐姐热情抱住 她往她脸上拨了一口 不过玛夏很快察觉到爱丽似乎心情不太好 问她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爱丽心不甘情不愿地说出 自己偶遇了九氏和她青梅竹马的事情 看到妹妹这副表现 玛夏就明白那个九氏学弟 肯定是对爱丽非常重要的存在 结果爱丽立刻否认 非说他们只是好朋友 玛夏一脸看透一切的表情 问他们为什么会成为朋友 因为爱丽平时最讨厌的 就是做事随便的人 而这一切还要从六年前说起 那时候爱丽缓生活在俄罗斯 老师给他们布置作业 分工调查附近的店家 爱丽负责的是花店和肉铺 准备要做就做到最好 怀着一腔热血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结果他们组的其他组员啥也没干 觉得反正还有一个礼拜 到时候再说嘛 但爱丽受不了他们这种懒散的态度 组员们一看她的笔记做得这么好 顿时感觉压力山大 双方就吵了起来 这个小组作业 靠爱丽一个人自然是撑不起来的 最后优胜奖落到了别的组头上 爱丽明明比所有人都努力 却没有得到奖励 心里忍不住委屈了起来 都怪其他组员没有跟她一样认真 所以从那时起 她就不再对他人抱有期待 反正这世上也不会有人跟她一样 愿意认真做一件事情 既然如此 她就自己来 后来爱丽转到了这所学校 还通过了学校超级难的转学考试 大家听说后 纷纷围上来欢迎这位新同学 爱丽的临桌酒室却无动于衷 一直趴在桌子上睡觉 马上要上课了 爱丽就把她叫醒 两人互相做了个自我介绍 酒室却还是那副懒散的样子 开始跟周围其他人搭话 要上课了 才发现自己连课本都没带 只能去借熟悉的同学的 到了体育课上 也是半死不活的溜达着 根本就没有认真跑步 下午的数学课 更是直接睡了过去 爱丽忍不住叹了口气 看来跟这位同学是没话讲了 不知不觉 距离学员计只剩下了两周 大家手头都有很多活要干 爱丽负责缝补 都放学很久了 还不回家 其他学生就有些不理解 不就是个学员计吗 再怎么认真也没有意义啊 这句话又勾起了爱丽的痛苦回忆 一不小心挣扎到手指头 出血了 即便如此 她也不想放弃 自己给自己贴了窗壳贴 然后准备继续干活 没想到这时 酒室突然推门出现 看到爱丽还在教室里毫不意外 劝她先回家 剩下的工作明天大家一起做就行 爱丽自然是拒绝 依旧想把事情全部扛在自己身上 让酒室不用在意她 没想到酒室居然说 她请手工议社一起来帮忙了 她拿到了合宿楼的使用申请 如果能办个在学校过夜的活动 想必那些开始怠惰的人 也会拿出干劲吧 当然手工议社的社员不是白请的 对方想要借用男生帮忙 所以酒室就去告诉男生们 可以趁机向手工议社的女生 展现可靠的一面 他们也会欣然答应 最后结局皆大欢喜 所以根本不需要爱丽独自一人如此努力 酒室的计划根本无可挑剔 所以才更让爱丽破防 那她迄今为止的独自努力又算什么 酒室却说她努力的方向错了 因为学员计的东西 本来就不该自己一个人做 而是要大家一起完成的 既然想拿出优秀的作品 那就更应该去思考 如何让大家拿出干劲啊 爱丽无法反驳 酒室见好就收 称赞了爱丽的努力 给她抬接下 爱丽拎起书包就落荒而逃 感觉越发不理解自己这位灵桌了 到了第二天 酒室安排能激起大家热情的同学 讲述计划 瞬间就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了起来 大家分工合作 自然做得又好又快 这可比爱丽一个人在那儿 干努力强多了 转眼间到了学员季这天 爱丽他们班的鬼屋大受欢迎 还获得了优秀奖 晚上学生们又聚在操场上跳舞 爱丽并没有加入他们 却遇到了酒室 就干脆坐到了她身边 当然爱丽并不是因为没人邀请 才不去跳的 只是没兴趣而已 她这副傲娇的样子 看得久是忍不住有些好笑 不愧是孤高的公主殿下啊 这是其他学生给爱丽取的外号 不过爱丽看起来并不是很喜欢 不是不喜欢孤高 而是不喜欢公主殿下这个称呼 就好像她是不知人间疾苦的童话公主一样 可爱丽并不是这样的人 哪怕她的外貌和才能天生就优秀 却也从来没想过以这样这个优势坐享其成 被这么称呼 就好像是在否认她一直以来的努力 酒室立刻保证以后不会再那样叫她了 而爱丽也就是论事 最起码在学员纪这件事上 她的确应该感谢酒室 如果她还像以前那样 肯定没办法这么开心的享受 作为乱发脾气的陪礼和这次的谢礼 爱丽表示可以为酒室做点什么 酒室自然不会提出什么让美少女为难的要求 她听说在俄罗斯那边好像有用特殊昵称称呼彼此的习惯 爱丽的家人都管她叫爱丽 所以从那天起酒室也管她叫爱丽了 而且还是班里唯一一个获此殊荣的男人 这可是荣耀啊 爱丽骂她是死变态 她还感谢爱丽的称赞 这时有几个男生鼓起勇气过来邀请爱丽跳舞 爱丽以自己不会跳舞为由拒绝 那三人就说随着音乐摆动就行 反正他们也不会跳 一听到他们这么不认真的态度 爱丽又想发脾气 却被酒室拉住手 表示她已经和自己有约了 然后拽着爱丽走向了体育场 就是这么一拽 让爱丽本就躁动的心彻底沦陷 那之后他们两人也熟悉了起来 不过爱丽看到酒室懒散的样子还是很来气 而马夏姐姐已经从妹妹的讲述中非常肯定 爱丽就是喜欢那个酒室 而且从朋友变成恋人可是很王道的剧情啊 就像她和阿珍一样 马夏看着项链里的照片如是说道 不过这发型怎么看怎么熟悉啊 这不是小时候的酒室吗 马夏一提起那个阿珍就说个不停 说她有一次被狗攻击 就是酒室跑来拯救她的 爱丽受不了姐姐这副恋爱脑的样子 第二天酒室去学生会补有戏的缺 刚好马夏也在 她今天的任务就是陪马夏出去采买 温柔的马夏学姐让酒室都不好意思耍宝了 马夏还握住她的手 表示爱丽的朋友就是她的朋友 却在直视酒室时突然觉得特别眼熟 就问酒室的全名是什么 听到酒室回答叫酒室正进 马夏直接愣住了 却在回过神后立马撒开了手 解释自己刚刚只是在想 原来这个人就是爱丽的朋友呀 然后转过身去用俄语说了句 我们走吧 酒室明明听得懂 却还是问马夏刚刚说了什么 马夏便又用日语重新说了一遍 两人来到了商场 马夏看到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都想买 又瞬间被一旁的玩偶吸引目光 觉得这个小猫玩偶长得特别像爱丽 灵机一动 提议根据学生会成员的形象 挑选几只玩偶摆在办公室 酒室觉得这不太合适 不过这只狮子玩偶 未免长得也太像会长了 最后马夏决定自己把小猫玩偶买回家 采购完后 酒室在心里忍不住吐槽 这个学姐未免也太随意了 想必爱丽平时会过得很辛苦啊 接着两人又到了一家店 酒室主动帮马夏拿玩偶 马夏就将爱丽猫托付给了她 还想拍张照片留念 可惜被酒室果断拒绝 这才不情不愿进店里买红茶 酒室不太懂这个 就没瞎提意见 但在心里想 如果是在母亲教育下长大的有希 这种时候肯定能提供一些建议吧 原来酒室和有希的父母是离婚了 酒室跟着父亲 有希跟着母亲 回想起往事的酒室心情有些不好 马夏就关心的摸了摸她的脸颊 然后凑上去摸着她的头安慰 酒室一下子就安心下来了 直到被马夏手里的茶烫到 场面瞬间兵荒马乱起来 而爱丽猫就这么静静注视着他们 酒室和马夏采购回去 看到马夏手里的玩偶 会长见怪不怪 严谨他把玩偶放在学生会办公室 接着再次邀请酒室加入学生会 酒室还是拒绝 反倒好奇 为什么连会长都想邀请他 虽然他在国中的时候 的确做过副会长 却也正是因为这段经验 让他明白自己根本不适合 毕竟他择那个位置 也没什么远大的目标 结果人家会长的目标是 为了让喜欢的女孩子看上自己 原来会长国中的时候是个小胖哥 运动和成绩也样样不行 即便如此 他还是喜欢上了他们学校的校花 也就是会长现在的女朋友 副会长毛孝 当时会长为了能配得上自己喜欢的人 拼尽全力让自己变得更优秀 最终拿下了学生会长的宝座 小胖蹲暴改帅气学生会长 一旁的马夏也帮腔 正所谓君子论计不论心 不论动机是什么 只要能留下成果就很厉害了 不然岂不是只有圣人君子才能当政治家 而九世嘴上说着自己不适合 却在国中当副会长的时候 和会长有惜一起屡屡创下佳绩 这足以证明他的实力 反正学生会的成员们都很欢迎九世的加入 这次九世终于愿意松口 表示会好好考虑一下 这时才注意到艾莉一直不在办公室 会长说她去调解棒球社和足球社的纠纷了 最近棒球社准备校计赛 就要经常使用操场 但足球社也要参加区域预赛 所以希望棒球社能让出操场的使用权 双方都不想退让 而且棒球社那边还会有球探过来挖墙角 之前这种事情都是副会长负责的 但今天副会长有别的事情 会长就让艾莉过去了 出于担心 九世决定去看一下 此时的艾莉果然很为难 棒球社跟足球社的人又陷入了争吵 艾莉就跟他们提议 可以用附近的河岸作为替代的练习场 但两边都觉得还是操场的条件更好 两支队伍的队长也都一言不发 根本就没有人听艾莉说话 艾莉又一次陷入了无助 当初她下定决心不去对别人抱有期待 而这份高傲造成的后果就是 已经没有人愿意听她说话了 艾莉觉得这可能是自己的报应 越想越难过 眼泪夺眶而出 即便如此 也还是忍不住开口用俄语求助 谁来救救我 偏偏九世听到了这小声的低难 笑咪咪的走进来 一下子就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她还自我介绍是学生会的总务 其实九世本来没打算管闲似的 站在门口听了一会儿 发现根本没人听艾莉说话 不过这也不是为一个惊艳 所以她扭头就走 就是在那时候听到了艾莉的求救 这让九世怎么忍心 也忍不住用俄语低声回应了一句 我知道了 然后走进去站到了艾莉身边 这次她没让两支队伍去讨论谁挪到河岸 而是直接要求棒球社改到河岸练习 不过相应的 人数较多的足球社要派人到棒球社支援 结果就是两边都不满意 九世的眼睛就盯向了足球社的经理 果然女经理鼓起勇气表示 她们这些经理可以去支援棒球社 刚刚还不满的棒球社成员 一看妹子愿意过来 瞬间变脸 表示也不是不行 足球社这边自然也没什么意见 双方皆大欢喜 回学生会的路上 艾莉忍不住好奇 九世为什么会提出那样的方案 就好像她早就知道那位女经理会说愿意支援了 毕竟在谈判的时候 九世的眼睛就一直在盯着人家学姐 说这话时 艾莉的醋味儿都压不住了 九世就告诉她 其实足球社的经理学姐 正在和棒球社的队长交往 这件事当时引起了不小的骚动 而棒球社的队长一直沉默不语 也是因为她的立场比较尴尬 既不想让女朋友为难 又不能公私不分 而经理学姐也觉得这件事 足球社有点无理取闹 所以九世顺水推舟 提出了这个建议 棒球社那边有可爱的女孩子支援练习 足球社这边又能独自占据练习场 可以说是皆大欢喜 学长和学姐两人的感情也不会受到影响 这时他们遇到了会长 会长对九世会出手相救 一点而也不意外 看来一切都在她的计划之中 九世对此也心知肚明 她无奈叹了口气 然后给了会长确定的回应 终于是愿意加入学生会了 直接就被会长拉回办公室写申请书 然后才和爱丽一起离开 爱丽的心情很复杂 以为九世加入学生会 是为了和有希一起参加学生会场选举 但就算是这样 就算对手是她 爱丽也从来没想过要放弃 九世真是一点也不意外呢 可惜她并不是去帮亲妹妹有希的 而是直接告诉爱丽 如果你想要 我会竭尽全力帮你选上学生会长 再也不会让你孤单一人 从今以后也会在你身边支持你 说着还伸出了手 这不是告白是什么 爱丽也情不自禁握住了那只手 接着用俄语小声说了一句 我喜欢你 然而九世听得清清楚楚 脑海中却浮现了自己的初恋女神的身影 恍然意识到 原来自己的内心还有这种情感啊 结果她刚刚的表情 被爱丽一眼看出在想别的女人 这下完了 直接触碰了恋爱喜剧男主角 在告白场面的竞技行为排行榜第二名 顺便一提 第一名是问对方刚才说了什么 不过爱丽以为九世是在想有希 九世下意识否认 却被爱丽狠狠轮了一巴掌 九世还说打得好 被这小子给爽到了 爱丽简直无语 觉得她肯定是刚才撞到脑袋了 九世不服气 表示自己可是曾经被称为神童的天才 爱丽明显不相信 两人边走边聊 九世直接把爱丽送到家门口 看到九世的脸有些红 爱丽就直接凑上去 对着她的脸拨了一口 一脸淡定的说 只不过是吻家里罢了 九世人都傻了 我读书少 你可不要胡我 吻家里不是只会互相贴脸吗 刚才的触感明明是 然而爱丽不顾她的纠结 扭头就走 九世气得大喊 能不能跟我用俄语对一下答案啊 而爱丽也没有她表现得那么淡定 开始后悔一时冲动 说出了那种话 接着又自我攻略 我是喜欢九世吗 不是吧 只是被当时的气氛冲昏头而已 而且退一万步来讲 就算我真的喜欢九世 那我也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那就是当上学生会长 其实最重要的是 她害怕告白 会被九世拒绝 在床上发颠的爱丽 听见姐姐回来了 马下一回来就告诉她 自己今天遇到了非常棒的邂逅 然后把长得像爱丽的那只猫猫 送给了她 还说自己有点明白 爱丽为什么会喜欢九世了 爱丽下意识否认 马下就提醒她 如果喜欢的话 还是早点告诉她比较好哦 万一被其他人抢走 就来不及了 九世终于开窍了 回去的路上 一直在纠结 爱丽刚刚说的那句话和那个吻 难道那家伙 不时以俄语展现的娇羞态度 并不只是一种游戏吗 不过下一秒 她就否定了自己 还在心中不停地给自己催眠 不能为了那种不确定 又模糊的情感而烦恼啊 同时脑海中回忆起了 小时候父母吵架的场景 于是后来 她干脆把所有重担 全部丢给妹妹 然后逃出了那个家 没想到一回家 就撞见正在擦身的妹妹 有希立刻大骂哥哥是色狼 却被九世一语戳破 他肯定是听到自己的声音 抓准时间出来的 而有希之所以做这种事情 只是因为发现了 他们兄妹俩 虽然长期在同一屋檐下 却完全没经历过 撞见更衣场面 这种幸运色狼的事件 他就心血来潮演了一下 还问九世是不是看了个爽 结果九世表示 如果全部脱光光 他反而会软掉的 若隐若现才是正义啊 你小子还真懂啊 兄妹俩人斗过嘴之后 有希又问起了 九世加入学生会的事情 九世便告诉他 自己决定帮助爱丽 成为学生会长了 有希听完大惊失色 哥哥被爱丽同学睡走了 果然自己的西罩杯 没有办法满足这个色狼 还得爱丽的意罩杯才行啊 说着有希就开始疯狂色诱哥哥 还说自己的第一次 早就在小学时 被九世夺走了 当时他在小学二年级 和哥哥一起玩鬼 抓人的时候 撞个正招 九世的脸 刚好扑进他的大腿中间 手还紧紧捏着他的胸部 可九世完全没印象啊 看有希这个表情 果然是捏造的 而且当时有希气喘很严重 基本没办法外出 有希就嚷嚷着 自己现在已经是个健康宝宝了 撒娇让哥哥帮他梳头发 九世其实心里也过意不去 毕竟加入学生会 却没去帮妹妹 妹妹表示并不介意 反正哥哥最喜欢他了嘛 更何况兄妹对决可是王道 临走前他还告诉九世 那哪天他玩逆了爱丽 可以随时移情别恋来找他 然而有希一走出房门 就变了脸色 哥哥总算找出能让自己拿出干劲的人了 可惜那个人不是他 不过他也不会输的 第二天一大早 有希居然没有像以往那样偷袭九世 让九世觉得肯定是昨天伤了他的心 结果刚下床 就被床底下的一只手抓住脚腕 果然还是那个逆天妹妹 因为太过得意 还把自己给卡住了 只能求助哥哥把他拉出去 而九世拽下床单就狠狠捂了上去 兄妹俩人这是在玩什么窒息破类 柳世一如往常的去上学 又照常跟爱丽打招呼 爱丽觉得他今天好像格外帅气 殊不知是因为他自带柔光滤镜 不过九世今天第一节课居然没睡觉 难不成真为了爱丽要开始改头换面了 反正爱丽是这么想的 体育课上直接一记帅气的爆扣 拿下了整场排球比赛 反观男生那边 九世直接被排球砸中脑壳 然后自己一个人跑到外面休息 爱丽就上去观星 还亲手摸了她的额头是体温 可这么摸啥也测不出来啊 而且因为动作的关系 九世的目光根本无法从她的意照背上移开 也不知道爱丽是故意还是无意的 又拽下头绳 开始重新整理头发 若隐若现的腋下 让九世差点没顶住 整理完头发后 两人又去喝水 结果九世又看到了 另一幅让她血脉粪张的画面 立刻冷水浇头 让自己冷静下来 没想到被马下撞见了 马下看她头发是湿的 就把自己的毛巾盖在了她头上 还帮忙擦拭 而九世从毛巾的缝隙中 刚好可以看到学姐左右晃动的胸部 感觉今天一整天都在天堂中度过 马下学姐更是重量级的温柔 连九世自嘲都能顺势夸她 一旁的爱丽就吃飞醋 拽着九世提醒她要回去了 还提醒姐姐也要赶紧回去上课 双方就此分别 爱丽还拉着九世的手往回走 走了一段路才想起来关心她的头 需不需要用冰敷一下 九世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爱丽是以为 她是为了冰敷伤口才去冲冷水的 赶紧表示没关系 还躲开了爱丽的触碰 同时为爱丽的温柔感到震惊 就试探性地问了一句 爱丽也很坦诚 原来她是觉得九世 从早上开始就有点无精打采 出于担心才这么温柔的 九世赶紧解释 自己只是因为没吃早餐而已 结果一句话就让爱丽红温 所以这小子今天那么认真上课 其实是因为肚子饿睡不着 并不是为了她 九世察觉气氛不妙 又改口说 自己昨天晚上睡得很饱 搞得爱丽更小丑了 她可是因为昨晚发生的事情 迟迟无法入睡也 越想越气不过 察觉到爱丽莫名其妙的愤怒 九世只能用饭剑来平息她的怒火 直接把脸伸过去让爱丽打 不是哥们 这算什么惩罚啊 果然把爱丽几气跑了 放学后两人又一前一后 去学生会办公室 看到棒球社和足球社的人 刚好离开 九世一推门 就看到一个手握竹刀 面色和善的学姐 原来这位就是传闻中的副会长 怪不得那些社团纷争 都要让副会长来调解 原来是物理调解啊 九世就看着会长和副会长 小情侣之间的小情趣 这时马夏也来了 副会长立刻收起 锤打会长的小拳拳 埋怨自己又没收住力 会长就表示 自己就是为此去锻炼身体的 所以尽管来吧 于是这俩人 就这么庞若无人秀起来了 九世和爱丽也互相开着玩笑 让马夏感慨 他们俩的关系果然很好 九世毫不犹豫承认 紧接着有希也进来了 学生会会议正式开始 九世这个新人先自我介绍了一番 表示自己明年会跟爱丽 一起参加学生会长的选举 成为学生会正式成员之后 九世被会长安排给了马夏代 接着有希说 要去跟美术社讨论一下展示会的事情 还带走了身为会计的爱丽 九世顿觉不妙 她可太了解自己的这个妹妹了 找爱丽出去肯定还有别的目的 那两人直接找了间空教室 爱丽率先告诉了有希 自己要和九世一起参加学生会选举的事情 有希表示 昨天九世已经亲口告诉过她了 还说爱丽没必要向她道歉 因为这都是九世个人的选择罢了 虽然她确实感到挺遗憾的 毕竟她可是深深爱着这个男人啊 甚至爱她胜过这世上的所有人 包括父亲和母亲 爱丽直接听愣了 听到有希问她对九世是什么想法 就支支吾吾说只是朋友而已 被强势的有希逼退到了门上 最终选择说了实话 她不知道自己到底喜不喜欢她 但她绝对不会把九世让给有希的 似乎有希就是为了确认她的想法 听到爱丽这么说 不仅没有疏远她 两人的关系反而还拉近了 另一边 九世正在跟马夏学习处理学生会的工作 没想到马夏的工作能力还挺好 反观副会长 找个资料都笨手笨脚的 会长见状就把她支去了图书馆帮忙更换藏书 虽然做文书工作不行 但在和委员会或社团联会协调的时候 副会长可是最佳人选 忙了一会儿后 马夏起身去给大家泡红茶 九世有些疑惑 在俄罗斯红茶不是冬天的饮料吗 马夏就解释 每个家庭都不太一样 他们家就是妈妈特别喜欢喝红茶 而马夏的母亲其实是日本人 马夏看九世对俄罗斯这么了解 就随口问了一句 九世解释只是陪祖父看过几部俄罗斯电影罢了 他才不会说 真正原因是为了和自己的初恋女神说上话呢 学姐泡的茶果然好喝 让九世想起了自己那位同样很爱喝红茶的母亲 接着他又学马夏挖了一口果酱 不过这也太甜了 这时有希和满脸不爽的爱丽也回来了 爱丽直接紧挨着九世坐下 说在俄罗斯 年轻女性坐在边角座位会出眉头的 而有希就坐在对面面带微笑看着她们 九世顿感压力山大 这是什么修罗场啊 马夏听妹妹解释 俄罗斯的确有这个说法 不过所谓眉头也只是会比较晚结婚而已 难不成爱丽已经遇到想结婚的对象了吗 爱丽立刻傲娇否认 却小声用俄语说了句 结婚的话还太早了吗 察觉到妹妹心情不太好 马夏就为她准备了一大份果酱 等学生会的工作结束后 九世和爱丽一起回去 她实在太在意 有希和爱丽说了什么 就邀请爱丽去家庭餐厅做作 理由是讨论之后 一起竞争学生会场的各种问题 结果就听到爱丽用俄语小声说 原来不是约会啊 不久前才吃了一大份果酱的爱丽 又点了两大杯甜品 她不肯告诉九世 自己和有希究竟聊了什么 又问九世是不是在和有希交往 九世立刻否认 并且告诉爱丽 那家伙才不像表面那么淑女呢 不管她说了什么 只是在捉弄爱丽罢了 接着又提起了正式 表示如果爱丽再不采取行动 在正式竞选的时候 一定会输给有希的 当初他们国中部的学生会场竞选 一共有六组候选人 结果在选战前的学生议会 就有一半人退出了 如果召开学生会议的人 就是选战的候选人 实际上这就算初选了 各位候选人以意见交战 分出胜负后 学生们心里也大致会有个底 九世在那边喋喋不休说着 爱丽却有些心不在焉 觉得这家伙太游刃有余了 看了看自己咬的吸管 突然灵机一动 开始拼命吃甜品 试图吸引九世的注意力 等九世的注意放在她身上后 就挖了一勺 要喂给九世吃 九世扭扭捏捏捏 不肯用爱丽用过的勺子 爱丽就又搬出了 他们俄罗斯的习俗 声称这种小事 在俄罗斯是很正常的 虽然说这话的时候 脸已经羞得通红了 九世一看就知道是假的 但还是无法拒绝 送到嘴边的甜品 两人心中产生了同一个想法 线接接吻了啊 店里的其他人 也都目瞪口呆 看着他们 气氛尴尬之时 九世突然看到外面 有个女生经过 接着告诉爱丽 她需要采用 跟有戏不同的方式 去争取选票 就比如现在的会长 会长在国中时 并不是学生会的干部 她之所以能当选 是因为当时 有一名新闻社的社员 看到原本是 岔身的会长参选 觉得很有趣 就跑去采访了她 没想到会长的励志经历 引起了轩然大波 吸引了许多学生 为她加油 最后成功当选 爱丽也可以让其他学生 看到自己的辛劳或努力 正是说完后 两人又在纠结 这根勺子该怎么办 还是九世贴心点了餐点 顺便让服务员 送一把新的勺子过来 听到九世主动承认 自己会害羞 爱丽的腰杆都挺直了 九世也语她 难道你们俄罗斯人 经常这样间接接吻吗 爱丽就用俄语说了一句 我才不会对你以外的人 做这种事呢 笨蛋 那么现在的问题在于 爱丽该如何像会长那样 得到学生们的支持呢 九世就告诉了她 一个关键时机 那就是学期末的结业式 也是学生会干部的致辞时间 那将会是爱丽第一次 在全校学生面前发表证件演讲 如果能让学生们记住她 就更好了 九世点的是麻婆豆腐套餐 就问爱丽要不要尝一尝 明明不会吃辣的爱丽 再一次硬着头皮说要来一口 九世还故意给她挖了一根 完整的辣椒 没办法 她太想看看爱丽同学 含泪的双眼了 而爱丽果然没让她失望 吃了一口就辣到说不出话来 气得用俄语直骂她是笨蛋 回去的路上 两人又在猜有希会找谁当搭档 九世想起了在家庭餐厅时 从外面经过的女生 如果是她的话 那就有些棘手了 因为那个女生是国中时 和有希争夺学生会场 宝座到最后一刻的人 不过有希却出乎了他们的意料 第二天就带来了自己的搭档 同样是九世的老熟人 一年级的林乃 有希带来的搭档林乃 果然也是九世认识的人 她还把九世单独拉到一边 询问她要和自己的妹妹 竞争学生会场这件事 是不是真的 还说这让当家大人非常不高兴 所谓的当家大人 其实就是九世和有希的外公 当初九世离开了那个家 外公就不准她再把自己 当成州房家的人 还不能告诉别人 她是有希的哥哥 结果现在又跑来妨碍她 而林乃之所以跟九世说这些 是基于自己的判断 她不认为九世是会让有希伤心的人 她质问九世和爱丽参选一事 重要到可以让她背叛有希 甚至不惜伤害她吗 九世居然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表示她会尽全力帮爱丽选上学生会场 这同样是基于九世自己的意愿 她还托林乃去告诉外公 有什么事冲她来 不要责怪有希 而有希依旧是她最重要的人 这一点始终不曾改变 虽然自己这次好像真的让妹妹失望了 吃午饭的时候 九世的好兄弟举着杂志 问她喜欢哪个小偶像 九世便指了右边那位 另一个好兄弟一眼看透 这个小偶像有点像马下学姐呢 不过可惜马下学姐已经有男朋友了 九世连忙解释 自己从来没有用那种目光 看待马下学姐 刚说完就察觉身后一阵冷气 果然是爱丽来了 直接用俄语骂了她一句禽兽 身为学生会成员 怎么能带这种东西来教室 学姐的妹妹都来了 好兄弟赶紧转换话题 问九世有没有想过要和有希同学交往 九世立刻否认 语气中还有点嫌弃 还说自己比较喜欢能像朋友那样相处的人 爱丽就美美感慨了一句 就是像我这样的吗 九世的脸顿是红了 可脑海中却出现了小青梅的身影 又补充了一句 笑容可爱的女孩子也很迷人呢 好兄弟们也立刻补刀 冰山美人爱丽直接被冻成了雪人 继续用俄语自言自语 没关系 反正我有朋友 不讨人喜欢也没关系了 九世赶紧让兄弟们补救一下 结果好兄弟来了个火上浇油 把爱丽姐气红温了 直接没收了她们的美少女杂志 另一边 林乃向有希汇报了自己跟九世的谈话内容 有希感受到了哥哥的认真 林乃也表示赞同 表示如此美妙的气魄 让她的子宫都不禁颤抖了 不是姐 你面无表情 说什么虎狼之词啊 有希试探着问了一句 你该不会是喜欢我哥吧 还好林乃否认 表示自己只是像对待有希一样 同等敬爱着九世大人 并没有抱持恋爱情感 也没有想成为女友这种傲慢的想法 只要能被当成道具使用 就心满意足了 好家伙原来是个得安安女仆 怪不得能跟有希玩到一起 最后林乃又将九世的原话 转告给了有希 说有希是她在这个世上最重要的人 有希一激动 差点没直接对着窗户呼喊 对哥哥的爱了 不过她也感受到了 九世对这次竞选的认真 毕竟光靠爱丽一个人 肯定是无法战胜她的 大部分一年级学生都支持有希 对于爱丽的印象则是 不认识国中时代的有希会长的转学生 就连有希自己 开心的也只是能和周房家的 天才神童九世认真对决了 以前她无论干什么 都赢不过这个哥哥 现在对方居然要和爱丽一起挑战她 这简直太让有希兴奋了 结果学生会的四个美少女 居然打起了扑克牌 有希直接靠虚张声势 赢下了所有巧克力砝码 当然这也是因为爱丽实在太好懂了 什么心情都写在了脸上 反倒是爱丽的姐姐马夏 不容易让人看懂 但是副会长瑞萍 其实就是少跟金而已 这时林乃神不知鬼不觉 过来给大家倒饮料 会长和副会长都很八卦 她和有希的关系 林乃还差点说漏嘴 把九世给供出来 九世就悄悄让她小心一点 林乃忍不住目录敬重 把九世都给整不会了 自己是做了什么事情 让她好感度提升的 而林乃为了让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随从 从小就经受了严格的训练 这时马夏也过来坐到了九世身边 只剩下爱丽和有希还在玩儿 会长生怕他们俩吵起来 不过九世看出来 爱丽还挺乐在其中的 这时林乃的饮料到完了 马夏就起身准备再买一瓶 毕竟这可是专门为了九世和林乃 这两个新人特地举办的欢迎会 结果马夏又拉上九世一起去 直接趁有希和爱丽相争时偷家 九世问了大家都想喝什么饮料 每个人点的都是不同的 但她居然只听了一次 就全部记住 所有人都被她的记忆给惊住了 而在去买饮料的路上 马夏代替妹妹向九世道歉 爱丽一直以来都找不到可以依赖的人 现在有九世愿意扶持她 她就放心了 马夏还说自己不想跟爱丽竞争 因为爱丽不管做什么事都太认真了 不过她也最喜欢这样的爱丽 所以在爱丽面前会刻意变得温吞 隐藏起自己的另一面 毕竟所谓的兄弟姐妹 其实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关系啊 九世也深有此感 她之所以没有因为有希而产生自卑感 就是因为有希总是毫不害臊地说 最喜欢哥哥这种话 这么看来 有希平时表现出来的傻样 说不定也是故意在她面前演的呢 不过九世很快否认了这一点 觉得妹妹应该就是这么傻 而马夏还看出来 九世其实也在隐藏自己正经的一面 但九世表示她只是很爱惜自己罢了 想要靠这种方式活得轻松点 不被任何人依赖 没想到马夏听完 居然摸了摸她的脑袋 还说她很努力 搞得九世根本就无法拒绝啊 这学姐实在太有母性光辉了 让她每次面对马夏都会忍不住卸下心房 和另一边 艾莉却突然被九世之前提到过的古山叫住 古山开门见山地说想跟艾莉聊一聊 问她真的要和九世一同挑战会长选举吗 等艾莉肯定后 又说她做的事情太没品了 简直丢脸 你这小姑娘怎么一上来就骂人 原来她是九世和有希的CP粉 觉得艾莉抢走了有希想邀请的搭档 是在故意找麻烦 艾莉都无语了 古山还当众泼脏水 说艾莉是用了肮脏的手段拉拢九世 又说九世是窝囊废 她这样做只是为了弃有希罢了 而九世刚好路过 立刻跑到了艾莉身边 向古山解释 自己是自愿和艾莉搭档参选的 结果古山又将矛头转向她 当面说她是窝囊废 九世对这样的评价倒不是很在意 只是不能容忍对方侮辱艾莉 要求她向艾莉道歉 古山不仅不道歉 还嚷嚷着要召开学生议会挑战九世 把她踢出会长选举 同时也踢出学生会 艾莉虽然不明白 这人到底为什么对他们这么大恶意 但还是表示 一切冲着她来就行 却被古山说是花瓶会长候选人 愤怒的艾莉直接挡在九世面前 既然你想打倒九世 那就由我来奉陪吧 九世和艾莉一起 印下了古山的挑战 而古山定的学生议会的议题是 导入参加学生会时的教师审核程序 因为九世在老师那里没什么印象分 从这一点出发的话 说不定她连进入学生会的资格都没有 不过一旦在议会中赢了古山 那艾莉身为下届会长候选人的评价 也会跟着提升 最重要的是那个女生侮辱了她和九世 必须让她道歉才行 既然两人都这么说了 会长也只能同意 学生议会说白了就是一场辩论赛 九世提前整理了古山可能会提出的主张 然后让艾莉去进行反驳 没想到艾莉用来反驳的观点还不错 不过她很好奇九世和古山的关系 为什么古山要那么针对九世 九世猜测可能是觉得 她是基于好玩才参选搅局的 毕竟她之前一直和有戏搭档 现在居然跑去和其他候选人联手 这话说的艾莉顿时愧疚起来 可事已至此 她也只能努力颁回这一局 第二天就是学生议会的时间了 古山的搭档是奶奶亚 在学校里有数一数二的好人员 不过这都不在九世和艾莉的考虑范围内 关键还是看议会里的表现如何 但事实上台下的那些学生 对于艾莉的印象就只有 那个学习很好又长得漂亮的转学生 可以说她就没什么支持者 艾莉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 站在台上久久不能回神 还是九世把她叫醒 结果问的第一个问题是 你真的是一兆背吗 一下子就把艾莉紧张的心情给缓解了 接着九世又告诉她 其实她的敌人并不是古山 而是她理想中那个完美的自己 所以她只需要思考 如何饰演心目中最帅气的自己就行 更何况要是争出什么岔子 还有搭档兜底呢 听了九世的这番话 艾莉的心情稍微放松了一些 很快议会就开始了 这位发起人的古山 自然要先陈述自己的主张 现在学生会的干部 都是由会长和副会长挑选的 可以说只要学生有意愿 就能随意加入学生会 所以会有靠关系的嫌疑 古山特地对担任过学生会干部的学生 进行了问卷调查 发现果然存在一些问题 而学生会应该只能让真正获选的优秀学生加入 不然找那些吊二郎当的学生当干部 其他学生会愿意会服气吗 直接把台下那些对学生会不感兴趣的学生 变成了事件的当事人 从而供请古山的看法 自然也就认为 学生会的干部评选应该由权威的老师参加 古山的演讲结束之后 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接下来轮到艾力发言 观众们却纷纷认定 局势已经不可能扭转 他们都决定支持古山 但艾力努力想象心中那个完美的自己 随后有条不紊的开口 他认为透过导入教师审核的机制 反而会让学生会的权威下降 因为这样会剥夺学生会核心人物会长与副会长 拥有的学生会干部任命权 而会长与副会长是正儿八经 经由学生选举才当选的 正因为他们在激烈的选拔中赢得了这个地位 学校才会赋予他们诸多权利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就是学生会干部的任命权 如果将任命权移交给教师 那不就是说明 现在的学生会一定要靠老师的助力 才能维持自身尊严吗 这样的话 还和谈学生自治 一旦引入教师审核机制 会长和副会长 就无法让自己看好的学生自由加入学生会 同时也无法拒绝老师认可的干部加入 这番话又将部分学生吸引到了爱丽那边 目前来看应该跟古山是平分秋色 古山立刻用怀疑的眼神看向九世 九世立刻否认 表示这些都是爱丽自己的想法 于是古山举手发言 这几年有意愿加入学生会的学生 全都成干部了 那么为了防止学生会的水平下降 他认为必须加入老师们的看管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的针锋相对 古山甚至开始直接提问 不太可能发生的问题了 如果会长和副会长暴走该怎么办 但不得不说这句话挺有用的 爱丽顿时哑口无言了 海下观众突然冒出了几个声音 什么转学生哪会懂这所学校的事啊 果然还是古山同学比较好 一看就是奶奶亚提前安排进去的 这些人的话让爱丽好不容易竖起的信心 瞬间被打垮 她愣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于是九世上前拍了她一下 接下来该轮到她出马了 还顺便帮爱丽圆了一下 都怪她平时说话太少 以至于说这么一会儿就哑了 直接用喉咙不舒服这个借口 帮爱丽挽回声誉 同时夺取了主动权 一上来就是 这个议会还有必要进行下去吗 毕竟站在那边的 可是他们亲手选出来的会长啊 会长当初也是一位 毫不起眼的劣等生 这样的人肯定无法获得老师认可 可他做出了许多努力 最终从阴沉的劣等生 变成学生会候选人 这其中也不乏学生们对他的支持 更是这项制度的有力证明 无论什么学生只要心怀热忱 都能成为学生会干部 一番话直接把古山说破防了 到了最终辩论环节 直接当众跑了出去 爱丽也赶紧跟上 被留下来的奶奶呀 只能举手投降 于是这个议会 就以九世和爱丽的胜利告终 议题也被否决 至于古山为什么会如此 针对九世和爱丽 那是因为他其实是 九世和有戏的CP粉 当初他们完全信赖对方 互相在背后支撑的关系 简直就是古山心目中的理想 所以最终他也放弃了和他们竞争 结果到了高中 九世居然跟爱丽走在了一起 自己刻的CP被拆 让古山当场破防 可他没想到 居然是爱丽追了出来 这让他更气了 直言不讳的说九世和有戏 才是独一无二的搭档 说着说着就气不成声 古山自然是心知肚明 他从爱丽发的脾气 简直莫名其妙 这一切只是他的自以为是罢了 这时古山的搭档也出来找他 让爱丽先离开 而爱丽临走前告诉了古山 其实他也不知道九世 为什么会选择他 但是他会响应那个人的期待 好好加油 总有一天让古山也认可他 这是连古山都无法否认的人格魅力 围观了全场议会的游戏 却对哥哥感到失望 明明可以立刻结束这场闹剧 却还是闹到了这个地步 真是太天真了 这样天真的九世 终究无法与他为敌 当然刚才说的那些 都只是他故作姿态罢了 等所有学生都走完了 九世和爱丽坐在台上开始复盘 爱丽将古山说的话告诉了九世 表示自己也总有一天要让古山承认 九世和他搭档没有错 然后顺势问出了自己的疑问 为什么九世会选择他 而不是有息呢 九世回答最主要的原因是愧疚 但具体为什么愧疚并没有告诉爱丽 不过他总是因为这份愧疚 莫名感到喘不过气 即便当初当上了副会长 也一直不想站到台前 但这次不同九世红着脸告诉爱丽 他是以自己的意志决定要竞选副会长的 因为他想和爱丽一起努力 让爱丽不用想着去和有息比 这还比啥啊 谁赢谁输不是一目了然了吗 九世也问了爱丽 为什么会想和自己搭档参选 爱丽也有满含情愫的眼神望着他 因为是你啊 有息每天在家里过的是什么苦日子啊 和外公吃晚饭的时候 外公问起了他们学校前几天 那个学生议会 更没想到的是 古山也是一位千金小姐 外公不满那场议会 反倒让九世的名声更响亮了 让有息以后不论对手是谁 都绝不能输 他虽然不如九世有才能 但他知道有能者应付的责任 不像九世一样 明明拥有比任何人都优秀的才能 以及得天独厚的环境 却放弃了自己的责任 有息只能笑着阴声 回到房间才能松口气 抱住林奶狠狠冲了会儿电 那场学生议会 也几乎传遍了整个学校 九世的人气也比之前更旺了 但他选择把宣扬英勇世纪的事情 让爱丽来做 毕竟爱丽才是要竞争学生会常的人 九世自己不好开口 就踢了踢好兄弟的凳子 好兄弟非常上道 立马和爱丽一问一答起来 但爱丽果然不习惯这种事情 直接把九世叫走 九世还要先帮他打圆场才离开 知道爱丽是不想听那些学生 那么数落古山 便告诉他 他们是堂堂正正赢得了那场议会 所以没有必要为他担心 然而爱丽觉得 他们实际上并没有赢 如果要帮古山恢复生育的话 那他们在学生议会 获得的胜利也不算数了 九世将各种厉害 讲给爱丽听 不过最终如何决定 还是要看爱丽 不管爱丽想怎样 他都会竭尽全力去想办法 而爱丽当然是想帮助古山 九世也表示 自己会支持他 这份温柔让爱丽根本把持不住 结果这时 九世听见桌子底下传来奇怪的声音 原来会长和副会长躲在那里 干见不得人的事情 还喊着什么再进来一点 九世身为一位能干的学弟 这种时候肯定要抓准时机 然后若无其事的离开吧 可爱丽突然上前一步 而且还小脸通红 让九世心中警铃大作 该不会这边也要上演恋爱喜剧吧 不行啊 他顶不住啊 事到如今 也只能硬去改变事件走向了 于是他直接开口叫出了 会长和副会长的名字 两人解释 他们只是错过了出来的时机 九世也表示 他跟爱丽会当做什么都没看见 这件事就这么翻篇了 而爱丽原本想说的话 被打断后 就再也没有勇气说出口了 随便找了个借口就跑开 接着九世去找了奶奶亚 想要跟他单独聊聊 没想到奶奶亚上来第一句话就是 你如果要跟我告白 我是不会拒绝的 毕竟他现在是单身 也不讨厌九世 九世觉得恋爱应该跟喜欢的人 可奶奶亚从来没跟喜欢的人谈过恋爱 因为他不太懂什么是恋爱情感 九世无权智慧其他人的恋爱观 但他还是建议奶奶亚不要作见自己 言归正传 九世提起了正事 最近学校里关于古山的闲话 传得沸沸扬扬 她想稍微平息一下 当然主要是她的搭档想这么做 奶奶亚忍不住感慨 真是个温柔的人 当初她可是故意 穿夺自己的朋友 在台下说闲话的 哪怕这样做 会让她失去所有朋友 事实上 奶奶亚根本不在乎 除了古山以外的朋友 因为她无法理解古山 这种将情感丰沛的一面 隐藏在心底的类型 所以才对她感兴趣 她觉得九世应该能理解自己 那种看见别人拥有自己没有的光辉 就忍不住心生憧憬的感觉 他们两人都是对帅直又耀眼的搭档 怀抱憧憬的别扭人 既然如此 为什么不合作呢 而九世想的办法就是 关于普山中途逃走这件事 希望奶奶亚能编个合乎情理的理由 然后当成传闻传出去 哪怕这样会让九世他们的胜利产生争议 九世和爱丽都不介意 奶奶亚自然也不会介意这么干 结果奶奶亚刚出去 有希和林乃就突然冒了出来 两人同样是藏在了桌子底下 紧接着爱丽也过来了 看到这一幕瞬间误会了什么 理都不理九世就扭头离开 还用俄语说了一句 什么嘛 居然排挤我 有希这个乐子 人可太喜欢这种情节了 而奶奶亚在回教室的路上 想起了一件往事 她和一个男生在教室接吻 被古山撞见 认出和上次的不是同一个 奶奶亚就用随意的语气说了句 反正都是男朋友 没差 结果被古山狠狠扇了一巴掌 让她不许做见自己 想到这里 奶奶亚摸了摸脸 虽然嘴上抱怨古山打得太狠 但脸上却带着笑意 回到教室后 奶奶亚就开始编故事 告诉班里的同学 古山会放弃辩论 其实是因为她 那天她在观众里安插了暗桩 被古山发现 古山不希望这件事暴露 才中途离开 而这番说辞 也很快传遍了整栋教学楼 九世则回去跟艾莉解释 自己真的只是刚好遇见 有希和林奶 艾莉一脸不相信 嘴上还要强撑 让九世不用这样遮遮掩掩 反正青梅竹马感情和睦 不是很好吗 没办法 九世只能哄着 邀请艾莉放学后一起读书 两人就去了学生会办公室学习 结果这次又被有希和林奶撞见 还非要加入其中 艾莉自然不会拒绝 只是用俄语小声说了一句 我比较想要两人独处的说 瞬间就把九世可爱到了 而九世的复习方式是看解答说明 美其名曰不懂的题目 想再久也是浪费时间 有希故意表现出自己很了解九世的样子 说九世平常就是这样的 而九世又去主动帮林奶解题 这时马夏学姐也来了 一上来就给大家泡了红茶 然后拿起副会长收来的一本催眠书入门书 对妹妹撒娇说也想体验一下 但妹妹太过冷漠 马夏就找上了九世 另外三人也在一旁围观 首先盯着这根手指 一时开始变模糊 等九世拍手后 就会进入梦的世界 没想到马夏真的睡过去了 九世就赶紧看了一下解除的方式 只需要碰一下肩膀 马夏果然又醒了 却完全不记得自己刚刚睡过去的事情 难道这催眠书真的有用 有希就提议让艾莉也尝试一下 艾莉不相信催眠书 觉得姐姐刚刚是装的 结果她一上去 立马就中了招 跟着中招的还有马夏学姐 有希瞬间兴奋了起来 这样不就能尽情做瑟瑟的事情了吗 不顾九世的阻拦 她给姐妹俩下的第一个暗示就是 你们的个性会逐渐变得开放 并且失去理智 快让身心都变得赤裸裸的吧 话音刚落 两人就睁开了眼睛 然后琪琪向九世走去 最终马夏左拥右抱 不停地摸着九世和艾莉的头 谁能想到开后宫的不是九世 而是马夏学姐呢 这时更让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 艾莉嘴里嘀咕着真爱事 起身就把衣服给脱了 九世眼睛都瞪大了 结果马夏也跟着拖 这样下去 他们学生会办公室就要开银趴了 九世和有希 赶紧触碰莉和马夏的肩膀解除催眠 可这次催眠居然没被解除 刚好副会长回来 看到这一幕人都傻了 听说情况后 直接给两人来了个物理解除 这次他们终于清醒了过来 发现自己衣冠不整 而副会长走到了九世面前 准备帮她重新清理一下记忆 曾经作为天才少年的九世 现在居然会被区区动画片扰乱心智 以至于根本无心学习 连她自己都感慨 好像已经忘了该怎么努力了 但她必须努力 因为不能给搭档艾莉拖后腿啊 结果刚想到艾莉 艾莉的电话就过来了 但并没有什么要紧事 九世就故意言语她 是突然想听听我的声音了吗 没想到艾莉用俄语反问了一句 不行吗 其实她就是担心九世独自一人会学不进去 想问一下进度而已 九世也的确提不起干劲 于是艾莉主动说要跟她打个赌 如果这次考试 九世能考进年级前三十 自己就会答应她任何愿望 如果没有达到的话 那九世就得实现她的一个心愿 九世瞬间脑补出了这样那样的场景 慌忙结识的时候 艾莉突然用俄语说了一句名字 九世不明所以 艾莉表示这是给她的提示 总之两人就这么说定了 见艾莉不搭理自己 九世还用哥哥的语气感慨 有点寂寞 他们俩虽然是同一年出生 但九世还记得艾莉的生日是11月7号 自己是4月9号 所以她比艾莉大 而艾莉只在转学过来那天 在班上说过自己的生日 没想到九世听一次就记住了 挂断电话之后 艾莉就开始耍起小兴子 九世都没告诉过她自己的生日 早知道就可以帮她庆祝了嘛 终于考试结束了 九世邀请艾莉一起回家 说想讨论一下结业式的事 其实她真正好奇的是 从那次打电话之后 艾莉怎么就不再用俄语遮羞了 她便直接问艾莉 为什么最近改变了态度 美其名曰这是对搭档的关心 艾莉纠结了一会儿 还是傲娇的说了出来 质问九世为什么不邀请自己 参加她的生日派对 可是人家压根就没办派对啊 九世总算是明白了 和这艾莉是想帮她庆生啊 被看穿的艾莉立刻扯出俄罗斯习俗 说如果没告诉对方自己的生日 就代表我今年不跟你好了 九世嘴上说着好吧好吧 其是一脸不相信的样子 不过她还是选择宠一宠自己的搭档 虽然晚了三个月 但她今年也想跟艾莉好好相处呢 不如办一场迟来的生日派对好了 艾莉这才心满意足 到了这天艾莉打扮的美美迪 一出现就吸引了所有路人的目光 和九世两人走在街上 龟头率堪称百分之百 这让九世相当不习惯 没办法 谁让人家是美少女呢 而艾莉本人已经见怪不怪 毕竟这就是美女的宿命啊 她平时走在街上也经常会有人过来搭话 一般这种时候 她就一直用俄语和他们对话 就能让那些人知难而退了 九世很欣慰 她以为她会用毒蛇攻击和暴力手段 击退对方呢 还好美少女没有被恶劣的搭讪手法骗走 艾莉故意言语她 是不是把自己当成了她的男朋友 九世顺坡下驴 表示男生在约会的时候 都会想摆出男朋友的架势哦 殊不知 这还是艾莉第一次约会呢 九世却以为她说的是第一次和自己约会 聊着聊着 两人就走进了一家高级餐厅 这可是九世精挑细选的 结果人家艾莉早就跟家人来过了 坐下之后 两人开始聊正事 九世先说明了一下 结业式的流程 首先会长候选人 要说出自己参选会长的理念 接着搭档说明自己 为什么要推举她担任会长 每一组讲完之后 观众只会对自己想支持的组鼓掌 所以甚至会有全场鸦雀无声的场景 那可就太尴尬了 九世仔细审视过他们的实力 现在就和有希相比 肯定赢不了 所以目标就是差距不要太大 除此之外 他们还要争取先攻 这样就算被后宫拉开差距 也能找台阶下 毕竟他们干不出不择手段的事情 比如打击有希或林奶的心理状态 这时店员送上来了餐品 今天除了聊结业式的事情以外 同时也是九世迟到的生日派对 两人干了一杯 这家的鹿肉果然很好吃 为了感谢九世上次帮自己想办法 艾力男的坦诚对他露出笑脸 搞得九世都有点害羞了 他越害羞 艾力越来劲 故意盯着他看 他直接用日语说了一句 真可爱 然后主动插起一块肉头尾 就是想看九世慌张的样子 九世自然不能让他如愿 直接就吃掉了 没注意到周围的人全在看他们 紧接着艾力用同一把叉子 又插起一块肉 自然而然放在了自己嘴里 九世感觉自己今天一整天 都在被对方牵着鼻子走 等到用餐结束后 艾力拿出了为九世准备的礼物 居然是一个漂亮的马克杯 为了扳回一局 九世故意严予他 马克杯一般都是情侣一起买的成对款式吧 没想到艾力直接承认了 这就是一对 另一个他已经放在家里用了 然后话锋一转 问九世如果自己这么说的话 他会怎么办 九世还能怎么办 只能认输了呗 今天根本就赢不过他啊 这天学生会要讨论夏季制服的事情 马夏先帮大家泡了红茶 而学生会常先说结论 等暑假过后 学校应该就能采用新的制服了 所以他打算在结业式上发表 给大家一个惊喜 这个企划之所以能通过 还要多亏他女朋友帮忙 说着说着两人又开始旁若无人秀起恩爱 马夏也给大家端来了红茶 就是每一次跟九世对视 都会很不自在 看来还是对上次的催眠术事件耿耿于怀 散会之后 九世便主动帮学姐洗杯子 趁机对马夏道歉 不过上次毕竟是马夏起的头 他也没法说什么 只问九世自己有没有做奇怪的事情 九世就说他只是抱着他和艾力摸头而已 听到这个马夏才放下心来 但立马开始傲娇 毕竟自己可是被学弟看到了那个部位 虽然学姐生气了 九世却一点而也紧张不起来 毕竟生气的马夏也很可爱 洗完杯子后 马夏也要去和自己的妈妈 跟老师三方会谈 九世便自己将杯子拿了回去 活动室里只剩下了有希和林奶 有希抱住哥哥就开始撒娇 他们兄妹俩也很久没有单独聊聊了 听说兄长还跟艾力相处的那么愉快 有希就更吃醋了 躺在桌子上就开始撒泼打滚 求着哥哥来疼疼他 无奈的九世只能上前盯着有希看 然后摆出了如此羞耻的姿势 不过他们的爷爷也来了 九世也匆忙出去见爷爷 爷爷跟外公是截然不同的类型 居然是黑手党的打扮 两人在办公室门口等着的时候 艾力和他的妈妈刚好出来 一看到俄罗斯美少女 爷爷瞬间激动了起来 多亏九世及时拦住 赶紧解释 这是一个对俄罗斯拥有强烈憧憬的人 而艾力的妈妈也听说过九世 像是看女婿一样打量他 还说艾力经常提起他 把九世夸得心花怒放 一个没注意 老爷子已经握住了艾力的手 问他要不要嫁给他们家九世 其实艾力的妈妈也很好奇这个问题 双方分别后 九世又碰到了妈妈和妹妹 可妈妈却下意识逃避了儿子的目光 ترجمة吏支持明镜